各位感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全台各地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仍然是在清晨的时候比较凉一些 不过这波冷气团在今天白天就很明显的减弱了 气温持续的往回升 而到了明天冷气团解入的幅度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北部地区的高温就渴望回升到22度到24度左右了 转成一个比较舒适的气温 中南部地区会更加的温暖 而且降雨也会明显的趋缓 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会转成多云到多云实情的好天气 预计这样子的好天气至少可以持续到除夕当天 所以建议大家未来这几天一定要好好把握好天气 来进行一些清理的工作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农业小丁宁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要提醒的是 种植巴勒的农友们要加强这个借壳虫的防治工作 这个借壳虫它其实很容易出现在我们的果实上面 造成有一些损伤的 那么最好是地期修减我们的植株 同时保持田间的通风卫生管理 那么要套在之前也要定期的使用一些药剂 来减少罹患紧闭的机会了 好那么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在大雨过后很容易都会有一些果实阴 或者是这个叶额类 等等的害虫出现 那么也是提醒大家 像是叶额这个等害虫 它会在傍晚太阳晒晒之后 开始大量的出现 所以如果要使用一些药剂来防治的话 建议您就在傍晚的时候 使用效果会最好 那么在接下来天气状况 刚刚提过了明天的冷空气 就会再度的减弱 持续的减弱当中 预计到了这个礼拜四礼拜五 都是比较温暖舒适的好天气 接下来下一波天气变化 会落在礼拜六 就是初一当天 新的一波 这个封面云气跟东北季风会增强 到时候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气温就会明显的下滑转量 而且也会出现一些短暂震雨了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接下来这几天 各地都是好天气的 相当适合进行大扫除 进行一些清理田间的工作 那么大家务必要好好地把握 因为就连降雨的情况也都不明显 那么下一波天气变化 刚刚提过了 会落在礼拜六 就是初一的下半天 新的一波封面云气跟水气 会移进台湾来 到时候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就会明显转成湿凉 跟湿冷的天气状况了 所以整体来说 接下来会一连有三到四天 非常稳定的好天气 只有在东半部靠近山区的地方 一些零星短暂震雨而已 其他地方都是好天气 大家务必要好好地把握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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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